接着我们带您来关心乌俄战争的最新状况 可以发现最近他们的战事还是非常的火热 而且乌克兰似乎有点撑不住了 再加上美国的舰艇竟然还载着80个核弹头 在半岛引发了一些危机 我们接着带您来看乌克兰的官员说 像是俄军以飞弹还有无人机 连续三个晚上对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奥德萨 还有尼古拉耶夫进行了攻击 至少造成两个人死亡 以及奥德萨中国领事馆的建筑物都受损了 这两座港口城市遭到攻击后 造成至少有两个人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 而且当局还发布了这个建筑物遭到大火吞噬 外场的部分被毁损的照片 那中国的外交部他们也发出了声明 就表示说领事馆真的有受损 不过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而且这个声明里面 只字都没有提到俄罗斯 连什么原因爆炸的也没有说明 引发了中国网友的不满 他们还酸说是因为爸爸国的导弹太厉害 所以不敢讲吗 那俄罗斯本土连接克里米亚半岛的 克赤大桥被炸毁 俄罗斯展开疯狂的暴富 连续三天都轰炸乌克兰的粮食出口港 奥德萨港 那总计过去两天的里面 奥德萨就被发射了13枚P-800的 搞玛瑙超音速反舰飞弹 那全部都躲过了这个攻击 那怎么说 为什么可以躲过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呢 那我们来看 其实这个奥德萨 我们在看到这个乌克兰军方 他们就承认说乌克兰的这个防空系统 在俄军的P-800搞玛瑙导弹 还有KH22超音速反舰导弹面前 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俄军的超音速导弹 时速是超过了四千公里 需要靠着爱国者 防空飞弹来反击 那乌军的防空系统拦截率 剩下不到一半 只有百分之四十七 那俄罗斯总统普丁就说 乌克兰如果使用西方供应的这个急速弹 那俄国将以牙还牙 使用急速弹来回应 乌克兰部队已经在东南部的前线战地 使用美国提供的急速炸弹来攻击俄军 希望能摧毁俄军的防御严密的阵地 进而推进这些进攻的进度 那乌军后来能压低战损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调整了战术 改一火箭炮 还有这个远程的火箭来削弱敌军 那乌军的总司令甚至还呼吁 希望有西方的援助 像是援助F16战机等空中的力量 才能扭转乌军推进的缓慢劣势 我们再来带您看到 其实俄罗斯20号就有宣布 将会对所有在黑海行驶到乌克兰港口的船只 视为军事运输船 那重要的港口包含了哪里呢 像是南方港 敖德萨港 切尔诺 莫斯科港等等 都是这些重要的港口 在莫斯科警告将所有的航行 这些船只都视为潜在的军事目标之后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获奇就警告 俄罗斯可能扩大对乌克兰粮食设施的攻击 包括对黑海民用船只发动袭击 而且会把这些责任全部都推给乌克兰 那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就说 被二军空袭的港口 储存了大约一百万吨的食品 那这个数量本来就是要交给非洲 还有亚洲的消费国 那这样子来说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到这边 造成的影响就是国际小麦期货的走势 开始不停的飙涨 像是早盘一路就飙涨了超过百分之三 那这三天来已经涨超过了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欧洲证交所的小麦是涨了百分之八点二 那另外像是美国小麦期货的价格 也连续三天大涨 十九号涨幅就高达了百分之八点五 那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最高单日涨幅 那欧洲证交所的小麦价格十九号是大涨了百分之八点二 美公顿美公顿两千五百两百五十三点七五欧元 玉米的价格涨幅也高达了百分之五点四 其实乌克兰他们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粮仓 那这么重要的粮仓来说的话呢 对全球都会造成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在二零二二年乌尔战争爆发的时候 为了确保全球的这个粮食稳定 他们呢 其实有在做一个黑海谷物协议 那中国呢 为乌克兰是谷物最大的进口国 占整体大约是四分之一 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其次呢 就是西班牙跟土耳其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边 在这些国家当中呢 为什么这些粮食是这么重要 因为运送粮食的海路 现在已经不能走 要靠陆路 不过呢 像是波兰啊 匈牙利 斯洛伐克 还有保加利亚 跟罗马尼亚 一直还试图限制乌克兰的谷物的进口 因为呢 他们国内的农民都说 谷物啊 供应实在太多了 所以这个价格很低 所以要再抗议 那最近呢 大量的乌克兰谷物 在进入这些乌克兰边境国家的国门 导致当地的谷物价格暴跌 形成谷建商农的现象 也是持续上演 熊熊火焰不断燃烧 把建筑物整个吞噬 剩下焦黑骨架 消防员忙着灭火 但火势实在太大 根本是杯水车薪 放眼望去橘红色烈焰照亮夜空 宛如森林大火的景象 居然是人祸 俄军以飞弹和无人机 连续第三晚 对乌克兰南部进行轰炸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 乌克兰官员指出 俄军对奥德萨进行地狱般的攻击 还攻击乌克兰粮食出口的 另一个黑海港口 尼古拉耶夫 乌克兰总统 部官网二十号晚上表示 驻奥德萨总领事馆附近发生爆炸 冲击坡震落了部分墙面 和窗户玻璃 索性相关人员已经撤离 没有造成伤亡 但声明搞通篇 就是不骂发动攻击的罪魁祸首 难道是要对俄罗斯手下留情吗 不过联合国实在看不下去 俄罗斯先是退出黑海国务协议 再来又狂轰乌克兰的黑海港口 根据联合国截至七月的统计 旗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 通过这项协议采购了 今年小麦粮食的80% 高于2021年和2022年的50% 因此如果乌克兰谷物 无法从黑海运出 恐怕会有30亿人的粮食供应 受到影响 如果海道关系 我们必须增加 连欧盟也跳出来呼吁 乌克兰邻国要做更多努力 不让粮食出口受到影响 而乌克兰一方面抵御俄军轰炸 还要逐步推进反攻 尽管反攻艰困 但原污利器已经到位 根据CNN和华油报导 美国援助的极树弹 已经投入战场 一名乌方官员证实 极树弹已在东南部前线使用 能否起到关键作用 进而扭转乌军战况 外界高度关注 三立新闻夜流报导 而东北洋最近 也可以说是不太平静 像中俄两国是互为最大的邻国 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二十号上午 中俄就进行了北部联合 二零二三演习正式登场 俄罗斯更是第一次出动了 海上空中的兵力 连中国检放军的军舰也来参演 在日本海大受军事肌肉 就是要替北韩来撑腰 而与此同时 美日韩则是举行了 反海上飞弹连演 美国和韩国都派出了驱逐舰 日本则是自卫队互舰 而在同一个海域联合军演 就是要威吓北韩试射火星18 弹道飞弹 美日韩的舰队搜索追踪 皆是演练的一个重头戏 主要就是要对抗北韩弹道飞弹 攻击时的防御 提高美日韩联合作战和回应的能力 北韩之所以会发射火星18的弹道飞弹 就是因为美国一艘配备着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潜艇第一次停靠在韩国釜山的港口 而且这个情况是非常的罕见的 除了很罕见之外 还是40多年来的第一次代表华府是用实际的行动 把南韩纳入其核保护伞当中 南韩的总统尹席月19号更是首开先例 成为第一位登上美军战略核潜舰的 这个美国联盟国的元首 那在这此之前 北韩才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来去做抗议 那北韩的国防部长江顺南他怎么说 他就语代威胁的就讲说 这个美国的核艇挺靠在这个南韩 可能会符合北韩使用核武的条件 南韩的国防部则是马上回应 就驳斥江南顺 指出美国的战略核潜艇 放韩以及韩美核咨询小组NCG来开会 不是要对北韩动武或者是进行核威慑 而是要回应北韩核武威胁的正当防卫 那其中北韩国家领导人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 之前连续两天抨击驻韩美军部署侦察机的时候 史无前例的他使用了大韩民国这个词汇 那过去他都是用南朝鲜或南朝鲜傀儡国 这样子的一个词汇 那北韩把南韩视为单独的国家 目的是要针对南韩使用战术或核武的正当理由 那如果北韩发动核攻击的话 将会立刻面临压倒性的应对措施 导致北韩政权可能会终结 而南韩的总统尹熙悦 还有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以及美国的总统拜征 即将在8月18号 齐聚美国大卫营来举办会议 那一题是涵盖了北韩威胁 要尽速启动这个飞弹情报预警共享机制 另外针对半导体的供应链 还有乌尔战争也会做讨论 另外像是中国的霸权挑战 尤其是中国近来积极的对东南海扰乱秩序 将会是这一次的会议重点 此外我们来看 另外像是23岁的美国二等兵金恩 他穿越了两韩的边境 闯入北韩 到底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本来要回到美国接受军事纪律处分的金恩 他是如何从仁川的机场登机门开溜 在首尔加入边界的这个观光团 这些细节都慢慢浮现了 这个过程就好像电影情节一样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先骗这个同僚说 他的这个护照遗失了 所以他就从这个登机门开溜 那观光团呢 他参加了这个团 是从上午8点从首尔车站不远的 南大门市场出发 那应该没有其他上车的地点 而身穿牛仔裤啦 黑色衬衫 头上还戴着这个黑帽的金恩呢 就这样子就跑进了这个两韩的边界 那可以看到呢 他一跑进去之后呢 就立刻被北韩的这个士兵给载走了 那像是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 首次对这件事情发表公开的反应 他说他真的很担心 怎么说呢 因为金恩在北韩可能会面临的遭遇 经过联合国的管道接洽 但是北韩是已读不回的状况 像是美国国防部的副发言人辛赫则说 现在美方是不知道金恩的状况 他被关在哪里 以及他的健康状况是怎么样 他们现在都还掌握不到 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则说 北韩不是一个以人道方式对待美国人文明的国家 所以也很担心他的安危 另外像是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米勒则是说 美国正在努力的收集金恩的下落 持续的确保他人生的安全 希望最后可以让他平安回到家人的身边 美国跟北韩虽然没有外交关系 但是双方之间还是存有沟通管道 其实有四个有哪一些 我们带您来看 第一个就是粉红电话 这个粉红电话是联合国盟军指挥部里面的 一台浅粉红色的案件式电话 这是美国跟北韩联络最可靠的管道之一 第二个是北韩联合国总部的使节团 那可以看到虽然美国没有住在北韩的使馆 但都可以靠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第三个就是瑞典的大使馆 因为瑞典跟平壤是有邦交的 瑞典大使馆过去一直都在帮美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 还帮忙救出美国的人质 而其他的热线像是电话或者是传针等等 不过这些方法从四月以后就没有回应了 那其实透过各种管道 平壤都已读不回 那北韩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呢 我们带您来看 北韩在今年的7月27号 就是他们的战胜节第70周年 依照北韩逢武逢时的政治传统 预计会举办非常大型的阅兵仪式 那美国私人的卫星影像公司就拍到 其实先前金日城广场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字样 你看到可以看到胜利或者是传承 那这些字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中的胜利就代表着在韩战中获胜 传承的字样则是有承袭战胜的精神 而每次阅兵前江上都会出现浮桥 那这个浮桥是要做什么的 推测就是要用来释放爆竹或烟火的地点 而桥上可能也会设置非常绚丽的照明设备 要来提升阅兵仪式的精彩还有可看度 在南北韩关系紧张的同时 南韩的怪兽飞弹 玄武武弹道飞弹 已经完成了开发还有试射 将会在今年底进行量产 那玄武武飞弹呢 它可以挂载世界上最重 而且有8到9吨的弹头这么重 被认为是可以因应北韩挑衅的战略武器 那如果朝鲜半岛开战 这一款的飞弹就可以炸毁地下 100公尺的金正恩碉堡 如果安装这个高爆核弹头 一枚飞弹就可以将供奉北韩已故领导人 金日成金正日的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 瞬间移为平地 船身长171公尺 高度相当于50层楼公寓 这是被封为全球最大的战略核潜艇之一 美军前舰肯塔机号 这是美国战略核潜艇 时隔42年再次访韩停靠 韩媒也获转进到里头 一探究竟 肯塔机号所搭载的核弹威力 是广岛原子弹的1600倍 绝对不容许一点闪失 肯塔机号被南韩总统尹齐悦 称为是世界最强战略资产 最多可搭载20枚核弹头 威吓力不言而喻 只不过美国和南韩加强防卫合作 看在北韩眼里实在受不了 强春南警告美方称 美国派遣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停泊在釜山港 是对朝鲜最为露骨和直接的核威胁 北韩国防部长表示 美国军方应该意识到 他们的战略武器 已经进入极度危险水域 同时扬言此举可能符合 平壤当局使用核武的条件 就在东北亚局势紧张之际 美国士兵金恩18号越界闯入北韩 至今依旧音顺全无 他在南韩国人承认 他在帮助监督 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金恩为何越界进入北韩 但他承认金恩有可能是担心面临陆军进一步惩戒 才会出此下策 就连金恩的妈妈也跳出来 希望他赶快回家 金恩妈妈对着镜头恳求 希望儿子能平安归来 只不过现在连人在哪都不知道 加上北韩官方和媒体至今都没有回应 让外界物理看花 尽管专家不认为会重演过往悲剧 但就怕金恩成为北韩对美国谈判的筹码 华府当局不敢大意 期盼平壤别再已读不回 三立新闻一流报导